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範例 就是中國用的Libar Libar就是用OpenCV做的 但是Libar的文章說他們全部都自己開發了 OpenCV是OpenComputerVision的Library 它是Intel公司推出的自由軟體 採用Nubia license 4出 功能就是電腦視覺突破處理 Libar是用它去掃那些圖片是不是有色情的 這是一個OpenSource的專案 它放在SourceForge上面 我們看一下它SourceForge上面就寫bflicense 當然我們要把這東西錄進去掃 之前已經掃過了 我在放這邊 OpenCVLibraryChunk 我是現在最新的電視嗎 看一下Vue 我用點選license這邊 可能license掃出來是什麼 它說的是BSD license 這邊有個叫Intel OSL 這是跟BSD license很像的 所以今天上這邊是符的 但是我們有看到很嚴重的地方就是 這個專案竟然包含RGPU2.1 比如說你在下載頁面的時候 你就會以為這個專案的東西全部都是BSD 然後就以為要遵到別的VueNessence 可能不用OpenSource 可以 但是沒顯得到這個專案裡面 竟然包含RGPU2.1的授權 比如說你在使用的時候 如果你呼叫這些RGPU的程式的部分 就必須遵照RGPU的授權走 比如說你在下載自用人的專案的時候 如果它跟你說 我這個東西是什麼種授權 你可能不一定要 你不能完全相信它 像Intel這麼大的功 雖然它就要選擇授權 我們剛剛看到RGPU2.1的授權 但是裡面竟然還想用RGPU2.1的授權 所以我們在使用上的時候 最好還是做一個分析 之後再去判別處 哪一個部分是RGPU 就給它去用它 如果我們不想去找RGPU2的 遊戲規則走的話 第四個 甚至我要useRGPU2.1的授權 一個在Windows上面 做隨時你放途的一個很簡單的工具 放在OpenFountry上面 我是使用GPU3.1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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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Growse 按下Growse 我要一直給這兩樣看 我寫程式 它都是GPU3.1的授權 但是其實裡面也會稱是Public Domain的程式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 必須注意說 雖然作者宣稱它是某個授權 但是裡面是不是它有使用別人的授權 就好像我們大家在開發程式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下載別的 Library 然後我們是釋出的時候 可能並沒有完全遵照 所謂的沒有引擎規則走 所以變成說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或者我們使用別人的程式的時候 我們也必須做一個前期的分析 然後去判斷出來 是不是該用 其實時間上比較少 我們外面的攤位呢 我們有G7就已經放了這個東西 那各位就是可以在上面去做一個Demo 或是跟我們外面的攤位的人聊聊 其實時間比較少 我沒有辦法講 因為Tosada的東西 比如說它建置的環境 它基本上在Linux上面是可以建置的 它現在有FOR 所謂Standways的RPM 如果各位想要拍出來的狀況 可以去裝作RPM 所以你有FORNA 那需要幫人換一找 所以大家可以去吃飯 好 現在還有時間 那要問的話還是可以 沒有在想說 可能會時間不夠 好 有問題嗎 請你們多問 沒有問題 我要問一下 假設如果工程師它只是考一小塊 他不考LiCEN子 對啊 對啊 那這首能出來 一小塊 對 一小塊 或者是說它也不是一小塊 它就是譬如說把它招下來 把所有LiCEN子全部拿掉 對 把它幹掉 好這個 這個差不多 因為他基本上授權就掃不出來 但是還是會有空間 因為譬如說台灣廠商就是 零零書曲 譬如說對方做reversity 決定要贏的話 他可以掃出有可能 就是用什麼方法 他還是可以去做一些判斷 所以就算你去把這些黑的 這樣只是說你工程師 只能逃過 我上來去判斷 但是如果外面A 譬如說很多資格人同時 就要去專門找所謂簽證 去做revers 是所謂印象公司 看你是不是有根本自由軟體的方式 他還是有些辦法去測出來 那如果他測出來之後 他就會寫一些訊息 或是有些法律呼籍 你現在我們注重學法 到底幾個字 就在程式這個領域裡面 算有可以學生的注重學 譬如說音符可能是七個音符 我隨便講 我說那一程式在講幾個字 或幾個word 或幾個carry 才應該宣稱有注重學 這四個很好的問題 所以不請我們請你來回答 他是馬綠人 對於注重學法 的問題他要比較兩件 不好意思 各位好 大家好 大家可以叫我成像 我是治療人 你知道什麼法證組 然後我稍微回答 參加人會的問題 第一問題是說 確實有些公司在發覺 他那個領域 把程式抄進來的時候 他會把那個handle file 裡面的copio and notice 拿掉 但是其實如果是商業公司 做這種事情 其實風險會是更大的 因為我們這樣講 法律上面 所謂侵權或是犯證 我們都要看他的主犯意思 就是故意跟過失 就是說 你說這件事情是故意的 還是說不小心的 但故意的話 他是 他判的這個欣賞賠償是最重的 然後過失的話 他當然還會有稍微的減低 然後在美國的判決 譬如說 大陸有進去可以去看一個 火車頭的 應該是跟一個 Altistic 1.0有關的 其實就是一個 火車頭控制的一個公司 他拿了人家的自由軟體 然後他故意的 把這個copio and notice 給拿掉 所以這二整個法官 才認為說 這是惡意的 因為你有看到這一段 周全聲明 你故意拿掉 那代表你侵權的這個意圖 非常明顯 所以就是說 這應該是說 如果是一個公司 他對他的員工內部交易 他不需要很清楚說 今天如果你抓的是一個自由軟體 那如果你是怕公司發現 但是把他的copio and notice 拿掉的話 其實會對公司造成更大的傷害 OK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其實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法律人做事 比較小心 也比較閉著 也比較膽小 所以所有法條在定的時候 七月在定的時候 我們都說 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來涵光 我們只會說 合理使用 或者是說 有創意的東西 叫做著作權的課題 但是什麼叫做有創意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法條不會告訴你 七月也不會告訴你 實際上就是真正發生了九分的話 你必須去法庭 然後法官去看個案 哪 有時候你哪邊的程式 你可能只是超一小段 譬如說 LGP2有寫到 你大概是一個print screen 一個頁面的程式 他認為這是合理使用 但是呢 超出的範圍 那可能就還是要看個案認定 所以 回答郭峰那個問題 其實是說 原則上 創意 有時候 詩詞歌福只是三塔 他也是一個著作 我們想說 我們想寫五言結局 或七言結局 他總共加起來七四 才二十八個字 二十八個字 他有時候也是一個作品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 小學生照抄說 他寫了100個字 像我以前暑假的時候 我常常要交日記 我說 我今天很無聊 走出去看太陽 回來看電視 然後就結束 這可能就不是一個 著作權的課題 因為可能沒有 他只是一個流水障 或是紀錄五天的行為 那他可能就沒有創意在裡面 大概是這樣 不知道 剛剛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現在剛剛 OpenCV 我已經掃到 那裡比較 GBL的